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 你很年轻 离开手机没法活 离开流量没法活的 那么你首先你肯定要考虑到有没有无限的流量 有没有很低的套餐 但是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一分钱一分货 还有一句话叫做便宜没有好货 很多人我们经常刷一些什么APP 经常会弹出一些广告来 什么19元不限流量 什么19元1000个G 甚至还有9块91000个G的 像那种卡千万不要碰 绝对是个坑 那种卡我们也叫它的物联卡 所谓物联卡它就不是正常的卡 判断它是物联卡还是说是正常的卡 只有一个标准 就是说它能不能够打电话 如果说它能够正常的打电话 接电话 那么它就是正常的卡 如果它不能够正常的接打电话 那100%是物联卡 物联卡招揽生意的一个招数 一个所谓的赤胜法宝 就是所谓的高性价比 给你一个非常低的价格 然后给你承诺一个很大的流量 比如说1000个G 比如说不限流量 那么你如果一旦心动 你买了以后 你会发现可能在前面几天用来比较痛快一点 那么再过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它会很卡 甚至经常登不上 打不开网页 那到那个时候 你再找它的时候 它会可能这个卖给你卡的这个人都已经消失了 或者说这个微信公众号也已经消失了 但凡这种物联卡 它们一般的充值套路 都是通过所谓的微信公众号 而不是通过我们国家正规的电信运营商的这种正规的APP 你比如说联通的 电信的 移动的 正规的 官方营业厅的这种APP来充值 只能通过他们是一个所谓的一个他们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来充值 像这种东西 像这种卡 不要碰 再三的说一次 不要碰这种卡 我们要想不生气 要想稳定的用卡 还是得用正规的上网卡 所谓正规 刚才我讲了 要能够正常的拨打电话 接听电话 要能够正常的接收短信 发短信 当然了 你会有正常的流量 那么这种卡呢 不会太便宜 但是你会很安心 相对物联卡来说 它可能会贵个几十块钱 十块 或者贵个二十块 但是你用的很安心 就算你超过它的套餐 可能一个季也不贵 一个季也就一块钱 那么说到这个套餐这一块 我又得把咱们这个人群来分一下 根据它的需求来分一下 依赖人群呢 是年龄比较大一点的人群 他对这个手机的依赖度没有那么高 每天可能就要刷一刷这个视频 或者说是看一看新闻 新闻就可以了 或者跟亲人一起发发微信 那么他的对流量的要求不高 一般来讲现在的套餐都能够满足他的需要 这一类人群就根本就不用纠结 选什么上网卡 你就用你现在的卡就可以了 大不了换一个套餐 流量多一点 电话少一点 因为现在打电话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大家都用微信电话 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来沟通 那么这类人群不用究竟用什么卡 我们现在放到一边 那么还有一种人群像我们这样的 要做这个自媒体的 因为大家知道自媒体 他一般来讲都是这种视频的 他这个流量要求比较大 像我们这样的人群 如果说每天要发好几个平台的话 可能一天少则也要一个多计 如果多的话 可能要三个计四个计甚至更多 就看你的这个视频的这个长短 是几分钟以内的 如果时间很长 那么他需要的流量有何越大 像我们这种人群呢 当然就希望流量越便宜越好 那么这里面也是有选择的 这种广告很多了 那么刚才我告诉大家一个办法去 去鉴别 只要是正规的卡 可以拨打电话的 然后他的流量又便宜的 哪怕超出流量以后 一个G也很便宜的 那么你就可以选用这种卡 今天哪种卡就没法推荐了 因为这种套餐层出不穷 经常有新的出来 可能我推荐给你的已经过时了 对吧 你就按照我说的那个方法去 寻找合适的卡就可以了 能正常拨打电话 能正常的接收和发送短信 能正常的上网 而且上网不先速 这种这种手机卡就可以 那么还有一种 一种能群的就是年轻人可能为主了 可能他会有各种各样的需求 比如说他要直播 他还要这个 每天刷很多的短视频 那么流量需求比较大的这种 那么年轻人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作为一个这个岁数人 还来教年轻人 那么没有必要 因为年轻人很会知道 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 这里面我们简单说一说就是 他完全可以选中那种免流的 比如说直播免流的 刷一些视频免流的 就OK 这块我像不着重说了 就是我们主要说一下 刚才第二种 有这种流量需求 然后又不想被物联网坑的人群 还是按照那个方法去寻找 总之把上面的几点 总结一下就是 我们要选择正规的手机卡 正规的手机上网卡 不要去贪图便宜去找那些物联卡 贪图便宜的结果 有三种 一种是这种卡跑路了 到后面 而且这种卡有个套路 会让你一次性冲 至少冲50 甚至100 然后你用了一个月以后 它就跑路了 这是一种悲催的结局 还有一个结局 它不跑路 但是它给你限速 限制让你受不了 可能一秒钟只能 传输一兆不到的数据 几百K 甚至连接不上 像这种 它也不说它跑路 它只是说速度慢一点 你还可以用 实际上根本就不能用 这也是 坑死人的节奏 像这种情况 你的钱已经冲了 你想退也退不了 你想扔又可惜 所以说 物联卡 有百亥 而无一理 我们一定要用正规的 手机上网卡 那么针对刚才我说的 第二个人群 就是说你需要做自媒体的 你需要每天上传流量 很大的 因为一般来讲 你上传流量 像这种情况 很多上网卡 它都是不免流的 你直播可以免流 你刷视频可以免流 但是你上传数据的时候 它是不给你免流的 像这种情况 那么我呢 有一个自己的一个 心得体会 怎么办呢 我就会用这个WiFi的放大器 像我是经常旅居的 到一个地方 可能会住一段时间 甚至会住一到两个月 甚至更长 那么我会配一个WiFi放大器 像我这个微店里面 有售的那个WiFi放大器 它不是用来 它不是用来所调的套餐 它不是套餐 它是一种 把这个WiFi的信号放大 你可以利用 你停车 停车的位置 周边的WiFi信号 你通过那个信号放大以后 放大以后呢 你可以用来手机上网 用来上传数据使用 这样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办法 那么经过我这么长时间的使用 我发现 通过这个WiFi放大器来上传视频 会节省我非常多的手机上网流量 包括你在房车上面看电视也好 或者说干别的事情也好 是非常方便的一种方法 你像我在温汤 像在瑞丽 像在庐山 我都用了这个WiFi放大器 用的非常的爽 综合来看 我一个月花在这个手机流量上的钱 没有超过一百块 有的时候呢 甚至连我的套餐都用不完 就是因为 有这个WiFi放大器 它把这个WiFi信号 放大以后 供自己的手机使用 用自己的这个笔记本使用 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只有在什么情况下 我会用的比较多的流量呢 就是那种荒郊野岭 周边没有WiFi信号的时候 如果说我不是在荒郊野岭 在一个居民区附近 或者说在一个比较正规的警察厂附近 一般都会有WiFi信号 那么通过这个物理性的 WiFi放大器的放大 就可以来使用 至于说密码 怎么来获得 那么有两种办法 一种是口 你用你自己的嘴去问 对吧 去问去获得 这种方法是最普遍的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通过一些APP来使用 具体的 大家可以看看我以前的视频 我曾经说过一个一期视频 怎么样获得 公共场所的一些WiFi密码 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好 本期视频就说这么多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